我們剛才介紹過的江頂戲院旁邊 就是一個聖約室修院 跟海星學校相連 聖約室修院裏面也有一個教堂 不過我們不方便進去 或者看看有沒有下次有機會再介紹 這個門外我們看到有一個花地馬 這是一個馬里亞無顛聖心的聖母的形象 這個聖母像是在1996年3月25日放置在這裏 我們看到這裏旁邊又有一個 所謂歷史城區景點之一的一個河東圖書館 這裡我們看到它的開放時間 河東圖書館現在是屬於文化局進行管理 是一個公共圖書館的圖書的越南室來的 這個建築我印象中就是 我們以前東方基金會是作為一個會寺的 現在就交給文化局做一個圖書館 我們都看一看這個 我想它應該並不對外開放 我們不能夠在這裏進入了 可能要在聖堂那裏進入才行 我們這裏就看一看 在修院外觀那裏 這裏就並非對外開放的地方 有黑之暴 我也是決定進來河東圖書館 那裏看一看外觀 因為有些地方我相信都未必能夠拍攝 這個外觀很有原林特色的 西洋建築之中 因為外面就有一些 很多的植物 看在這裏 那裏又有一些 以植物來造成一些 遮蔭的地方 那裏看上去 還有一些 似乎是跟天主教宗教有關的 一些裝置在這裏 在河東圖書館 原有西洋建築的大樓 我們也拍一拍 在這裏 鑽石結構的地面 旁邊也有一些植物 其實這裏 江頂上面 所有的建築 本身都應該有些 或者是相連 或者是有些共同特點 甚至乎可能是 以前是統一管理的 那現在就分了幾種功能 在河東圖書館 原有西洋建築的大樓 我們也拍一拍 在這裏 鑽石結構的地面 旁邊也有一些植物 其實這裏 江頂上 所有的建築 本身都應該有些 或者是相連 或者是有些共同特點 甚至乎可能是 以前是統一管理的 那現在就分了幾種功能 這裏 進來這個大樓 它是一些穴覽室 和自修室 我們都不打擾那些 在這裏學習的朋友 我們就直接進去 後庭 看看 看一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真的很舒服 後庭 加上海閘光線的玻璃墨頂 魚水不會進來 但是江頂上海 可以進來 還有 把這個比較新的建築家 連接到這個舊大樓 有些比較舊的東西 留下 這個就是一個水井 水井 旁邊有一個扶設的裝置 我們進來 河東圖書館後面的玻璃墨 真是心情很舒服 因為它有一些噴泉 兩邊都有 這裏的玻璃墨 也是 有一些斑藤植物 做了一些遮蔭 很舒服 很舒服 我們進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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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些薄種類型的植物 生長得很好 這裏有一條步道走過去的 當然規模也不太大 就這樣看幾樣東西 原來在旁邊還有些 塑膠放在這裏 各種形象特別 我相信 並不是原有的東西 應該是新加上的藝術品 這裏也有一個 這裏更 感覺上是 現代風格 這裏有個地方 有些燭藍在這裏 這裏側都是一些圖書館 範圍 這裏是 這裏是 角度 正在過來 有兩棵這些 葉帶的 食物 很高的 蔥櫃圈之類 這裏是 何星塗資本 今天的參觀 到此為止 如果各位朋友 有興趣 可以過來 看一看